穿上衣服白袍挂上听诊器 小小医师听起爸爸的心跳声 有模有样的像是专业的医生在问诊一样 这对父子党是利用医院所举办的活动 要来一起度过不一样的父亲节 父亲节快乐 谢谢 就体验一些平常不会接触到的一些知识 对啊 让小朋友更去了解一些 这些该注意的一些医疗的方面啊 对啊 对他身心啊 健康啊 都很有帮助啊 后面想说 而且他这个怎么跟乳牙一模一样 所以不是乳牙的 为了改变小朋友对医院的刻板印象 大甲地区医院也特别举办 小医师亲自体验营 而在家长的陪同之下 穿起医师白袍 除了到牙科当起小实习生 还学习保健牙齿 以及如何制作齿膜之外 还有CPR急救 伤口包扎等体验 那让他们体验牙科 然后下午会带他们认识人体的器官 然后也会让他们去放射线布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我们秘密基地 然后病例室在哪边 然后也会让他们体验 看看抽血的感觉是什么 当然不是让他们抽自己的血 我们借甲手臂来让他们体验 那今天整个活动的主题 我们有设计了一个抢救生命大作战的部分 让他们知道说其实生命 就是可以有一些学习这样子 那也希望亲子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很美好的暑期回忆这样子 一系列的模拟体验跟课程 除了提升小朋友相关的医疗知识 通过这样的夏令营 也让小朋友充实生活 也更了解医护人员工作的辛苦跟过程 这就是王胜炫台中采访不到